在刚刚结束的中俄海上联合军演中 双方联合反潜演习接近实战 中国的潜艇与反潜战实力到底如何 激起媒体的兴趣 据世界报报道 从实战角度来说 反潜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航空反潜 海上固定翼反潜巡逻机 是最为先进的海军反潜主力 已经亮相的高新6号反潜机 对解放军的反潜能力来说是重大飞跃 报道说 高新6号很有可能被命名为空前200 配置可以360度环视海面的搜索雷达 能有效探测潜艇的通气管 潜望镜 浮标等 机尾还安装了又来探测水下潜艇的磁翼侦测仪 高新6号可以携带空空导弹 深水炸弹 水雷 反潜鱼雷等武器 可以进行侦测反潜 也可以对潜艇和水面舰支展开直接攻击及自卫 美方评估 如果解放军有30架高新6号 对美日潜艇可以有效反制 同时可以阻止美日潜艇 在第一岛链外针对中国的活动 甚至可以把中国的反潜作业推进到第二岛链 中国海军潜艇部队也可以在较为安全的情况之下 顺利突破岛链封锁 更方便的走向远洋 执行作战任务 特别像日本已经装备了100多架P3C防潜机 这个对中国潜艇构成很大的威胁 所以说我们要赶上去 那么高新6号的出现恰恰是弥补了这方面的一个缺失 可以说这方面是中国一个短板 而且我们未来的话 高新6号可能要进入一个批量装备 至少要达到数十架以上 才能够对中国漫长的海岸线进行一个保护 近日网上接连曝光了 以运久飞机平台为基础研制的 ZDK03出口型预警机和国产二代预警机的图片 新华网对此报道 一般来说 中国研制的第一代预警机 为空警200和空警2000预警机 第二代预警机包括出口型ZDK03预警机 和自用新一代中型预警机 报道还指出 国产预警机创造了世界预警机发展史上的9个第一 突破100多项关键技术 累计获得重大专利近30下 我国的预警机成为世界上看得最远 功能最多 系统集成最为复杂的机载信息化武器装备之一